我们在沃尔玛买的玉制盖饭 21块钱嘛 但其实味道还行 说实话量少点 看这个饭里有啥 西兰花 辣椒 其实还有肉的 还有一块肉呢 这是鸡肉应该是 然后这是马蹄脆的 还放了点小辣椒啥的 这应该是个中餐师傅做的 大家好 今天是我们在洛杉矶的第二天 准备去洛杉矶中心城市走一下 今天是开车的 走得距离远了些 看了更多的洛杉矶城市风貌 路两侧都是底层的楼 有些地方很多毒鸭和垃圾 没什么人很错吧 但有些地方路也很团 也很干净 出发的时候 也不清楚这里的停车规则 先走了再说 我后边就是洛杉矶的会展中心 我们刚才把车停在这里了 导航半天找车位 不是找停车场 然后到这十万也找不着 然后就直接随着车流 就停在这里了 看我后边全是警察 今天会展中心这里 应该有活动 我们打算走走 在这看看就完事了 好破呀这里 真的太破了 就特别破败 你知道那个美国电影里边 那些破败的城市 世界末日 我觉得在这里围一圈 拍就可以了 都不用怎么不紧 全破楼 现在啥活动啊 我看到有日本人进去了 很多日本人 里面 嗯 看前面这栋楼 每一层都有涂鸦 是每一层 今天很安全 除了警察还有安保 方圆几十里 哎呀 夸张了 前面是什么 格兰美美术馆 美术馆 新 哎 格兰美美术馆 就是个 肯定是有什么大车 不然是这么大 我安心了不少 知道吗 你都已经 大概拦了 有两公里的街区 一路走过来 今儿走吗 我觉得还行 要是在这区域的话 走走还可以 我全是警察 还可以的 前前是铁路 就没多远了 他们这种好多 这种滑板车 不知道咋足 作为游客的话 好 我觉得还是挺危险的 你就是 它外部 事实是危不危险 你不知道 但是你能感觉到 它跟你以前生活的环境 还是差很多的 还是挺危险的 你感觉着是危险的 你又不是没去过 温哥华上场 温哥华上场不也一样 咱那只有那一小块 No stopping 来看一下这个牌子 我们研究一下 No stopping 除了星期和星期 周六周日 然后 周六周日其实是可以停的 早上8点到晚上8点可以停的 对 没事 我们停车花了25刀 可以停一天 行吗 算便宜的 其实 这20刀是标准 就是简易 25刀略贵 这边停车都是这个价 反正都差不多 这边看着就是跑点 是 是 对 这应该是上班的地方 那为什么前面这个parking 只要10刀 每天一会不会走 所以我觉得我们两个 综合了这里边的交通 还是什么 觉得你来这边还是 有没有什么洛杉矶两日游 洛杉矶一日游 那种团 一点小小的震撼 右转是吧 右转也是 害怕的 那个 不害怕走吧 是中央铁站 哦 所以这儿自己的多 这很早之前就有的 对 很早之前 还我觉得坐地铁好像不是很能坐 这个门口就那么大味 咱们还是靠腿吧 还行 我感觉 这个距离比昨天短不少 哦 这个就是洛杉矶的当堂 高楼大堂 对 洛杉矶的中心城区 今天周日没啥人啊 平时也不知道有没有人 空空的都是 有啥想法 我没有什么想法 就流浪汉多 也就那样嘛 比昨天好像还好点 今天周日啊 流浪汉也不来上班了 没人应该 都得休息 对 就觉得其实也没啥特别的 是啊 看看一些不同的风景 中国不会有的 比如说那种墙上那种巨幅嘛 对面就是这么近距离的小铁路 两个有同事做 嗯 哇 竟然可以做 这是什么鬼 它只有中文和英文 关闭为了我 就是 也是 是不是有人跨越这个去拍啊 对 看 这 这多少钱 这个就要一刀啊 加拿那一刀 因为加拿大 你要加拿瀑布那个便宜 那个好像也就这么长 那好像收了多少钱 25 5加币 这才一刀啊 这才一刀 但是其实你的体验 大概就十几秒 20秒 这比 尼亚加拿瀑布那个靠谱 我觉得还挺靠谱的 是的 天石铁路对面就是中央市场 这里吃东西人很多 可选择的餐食种类也很多 中餐 日餐 韩餐 墨西哥餐等等都有 一份餐食大概100人民币左右 按这里的价格尺度来说不贵 真是不知道哪里停车场便宜 八道是first eight hours 我们也不需要停那么久 要去迪士尼音乐厅 步行几分钟 那应该就是哪地方欢迎 全帐篷 挨个的帐篷那边 怎么还是统一颜色的呢 发的很 这也没啥呀 这就来拍张照 地标嘛 没什么特别 就来拍张照 我甚至觉得 周末的洛杉矶中心城区没有啥人 还是 挺好的 是 什么 洛杉矶政府对吧 对 对 对 我们要去墨西哥城 一定要经过这里 那左边全是帐篷 右侧都不开门 不侧 前面的大帐篷人家怎么过的呀 咱们从这边过马路 那边又搭帐篷了 挺不够的 这个墨西哥风情的街 两侧房子都是色彩浓重艳丽 卖的小商品也有相应的特色 从这里出来 我们来到了洛杉矶的联合车站 准备坐地铁回到会展中心取车 车站很复古 也是存在了时间很长的建筑 内部也很富丽堂皇 我们在这里准备买地铁票 这里的地铁规则是这样的 怎么买细节不说了 反正我们研究了五六分钟 但是我们刚买完地铁卡充值完成 路过的人就告诉我们 今天是假期 所有地铁公交免费 所以最后我们获得了这张印着 精美的中国龙年图案的 美国地铁卡片做纪念 至于地铁上的环境我没有录 车厢里没有特殊的味道 也还算干净 但是不知道为啥 女性极少 地铁走了几个站的距离 一个车厢十几个人 只有我一个女性 我不清楚这里的日常情况和规则 在狭窄的车厢里 近距离周围都是比较高大的男性 我怂了 把手机啥的都收起来了 另外还有一些奇怪的人 举个例子 一个大哥边吃边上的地铁 站着吃完了非常自然的 把包装扔在了空座位上 我乘坐的这段地铁 大概就是这种环境氛围 所以洛杉矶的地铁 都是什么人在坐啊 看起来并不像上班族通勤的交通工具 就我个人的经历来说 不推荐游客在这里坐地铁 我们坐地铁到洛杉矶会宅中心 取了车就回酒店了 大概才下午三点钟左右 因为下雨了 哪里都逛不了 今天靠步行 逛了一个区域的这些地方 不过我感觉这个区域 没有我看公月的时候 其他人描述的那么让人紧张 可能我们的经历有特殊性吧 一是举办活动 戒严了很大一片区域 二是周末 人都不在这里上班 非常空旷 没什么人 帐篷挺多的 但是看到的流浪者 都没有昨天的多 不知道平时这里是什么情况 视频就到这里了 下一期就是洛杉矶最后一天了 也是关于美国旅行内容的最后一期了 拜拜 下期见